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熟米很常常这样呢 但是他想要会是我们想要的吗 当然不一定会哦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 有一天早上 大象走进了小池塘里 想要好好洗个澡 可是猜猜 看谁已经在池塘里面了 是Hippo 河马 他占用的空间还真不小呢 大象瞪着河马说 哎 河马 给我滚出池塘 我要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洗澡 快滚吧 大象的块头比河马大很多 河马只好赶紧起身离开了池塘 可是猜猜看 谁挡在了河马要走的路上呢 是狮子 他正在眯着眼睛 趴在地上晒太阳 河马用鼻子推了推狮子说 喂 喂 喂 你让开黑 你挡住我的路了嘞 河马的块头比狮子还要大很多 狮子只好钻进一旁的草丛中 可是猜猜看 谁正在他最喜欢的角落里呼呼大睡呀 是猎豹 他的憨声可真不小呢 狮子瞪着猎豹说 喂 猎豹 快点滚开 我要在这里打个盾 你赶快起身去旁边 狮子的块头比猎豹还要大 猎豹只好爬到一盘的树上 可是猜猜看 谁已经坐在树枝上了呢 是小猴子 他正坐在那里享受着栩栩凉风呢 猎豹沉着脸看着小猴子说 嗯 小猴子 浪出这根树枝 你去旁边 猎豹的块头比小猴子大 又生猛的多 小猴子只好跑到另一棵树上 可是猜猜看 他在那里碰到了谁呀 他在那边碰到他的妈妈 小猴子一跳跳进妈妈的怀中说 妈咪 猎豹他欺负我 他不让我待在我那个树上 妈妈回答他 宝贝 你必须勇敢地对抗这种欺凌的行为 现在你回到猎豹那里 告诉他 树枝上的空间够大 足够容纳你们两个 可是小猴子还是很害怕 小猴子说 他长得很大耶 他想要霸占整根树枝啦 妈妈说 好吧 那我跟你一起去找他吧 猎豹看到猴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来 尾巴警戒性地抽动起来 猴妈妈在小猴子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小猴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对猎豹说 不要命令我 这棵树够大 足够容纳我们两个 你可以把我当成朋友 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空间啊 请你不要再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对我了 猎豹看看小猴子 又看看猴妈妈 猎豹说 猴豹 你可以待在这里 他挪了挪身体 让小猴子和猴妈妈可以坐近一些 当大家都坐定后 猎豹清楚地看见在草丛里打着顿的狮子 他回想狮子是怎么抢走他五岁的角落 他又想到小猴子刚刚对他说的话 他有了个主意 猎豹 猎豹 猎豹在猴妈妈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然后他们一起跳下树 来到狮子旁边 猎豹 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嗯 不要命令我 这块空地够大 足够容纳我们两个 你可以把我当成朋友 请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空间吧 请你不要再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对我啦 狮子看看猎豹 又看看小猴子和猴妈妈说 嗯 好吧 你可以待在这里 他挪了挪身体 让猎豹和猴子们可以靠近些 然后狮子看到趴在前方小镜的河马 他回想起河马是怎么把他赶走的 又想到猎豹刚刚对他说的话 他有了个主意 狮子附在猎豹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然后狮子猎豹小猴子和猴妈妈 一起来到河马前面 狮子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不要命令我 这条路够宽 足够容量我们两个 你可以把我当成朋友 请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空间吧 请你不要再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对我了 河马看看狮子 又看看在一旁的其他动物 于是说 好吧 你可以待在这里 狮子和其他动物靠到他的身边 然后河马看到远处的大象 他会想起大象是怎么把他赶出池塘的 他又想到狮子刚刚对他说的话 他有了个主意 河马附在狮子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然后河马 狮子猎豹小猴子和猴妈妈一起走向大象 趁着脸望着他 河马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不要命令我 这个池塘过大 足够容量我们两个 你可以帮我当朋友 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空间吧 请不要再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对我了 大象看看河马 又看看一旁其他的动物说 好吧 进来吧 河马跳进水池里 没多久 他和大象 在水里又追又跑的玩开了 真是好好玩啊 真的真的真的好好玩哦 猴子 狮子猎豹小猴子和猴妈妈也一起加入他们 所有人都说 不管你是大 是小 是强 是弱 这个池塘都容得下你 欺凌别人这件事情 一点也不公平 要好朋友分享 要有意思的多了啦 小朋友想想看 故事中的场景 情况 是不是有点熟悉啊 是不是 你在学校或者是公园 或者是其他地方 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呢 那你是不是会觉得说 为什么块头大的 就可以随便欺负各自小的呢 那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该怎么办呢 当然不要正面与他发生冲突 如果能够好好的说 好好的沟通 这是最好的 如果不行 也许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合作 一起在跟这个大块头的同学 或者是小朋友说 一起分享 一起玩 如果再不行 可以寻求家长或者是老师的协助 我们不要随意欺负其他人 当然 自己也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小朋友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故事中的这些动物 他们都是站着 我想要 池塘 我想要 睡觉 我想要 这个树枝 我想要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 仗着自己块头大 就欺负比他 弱小的动物呢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该怎么办呢 有什么方法 可以改变呢 我们可以想办法 去寻求协助的 所以小朋友 如果遇到冲突 也不要 正面发生冲突哦 好啦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了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